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为什么要说共呢 因为真正你知道这个不共 那才是共法 因为当下就要你担当进色 担当进色时就是担当进体时 进色跟进体那是共 它同时世间法中 世间法中就是进体跟进色 世间法中没有依法 你要背离 所以叫做共 可是它绝对不是现前众生之间 所谓的就在这个上面 这个感受上面想要再找到绝体时 那种心中的不断的 不明中的拆解 那个像 所以它不共世间之间 不共外道之间 那为什么是共呢 它现前照见这间具体时 一法不真一法不解 所以它才是真的叫做共 因为哪一个静色当下 不是进体的表现 所以共啊 怎么不共呢 但是每一个静色当下 都是进性中的表现 也都是进性所在之处 这个是共 可是你千万不能在这上面 还有说原来有个静色有个静体 这个是不共 不共你如是 错解 它不是在这个上面 还在让你随着众生的之间 在这上面角落 原来静色当下就是静体 有的人讲这句话 讲起来好像你也讲对了 但是事实上 你在潜在意识 还有静色 还有静体 静色当下就是静体 是静色静体全然打破 因为静色就是静体 你就不能立静色 那静色就是静体 所以你要看着静色 所以你也不立静体 就关在这句话 这句话不变 你会发现两个都不住 那全体打破 那你才知道静体 静体 静色在哪里 决心也是这样的 因为没有一个人的念头 没有任何人现在的感受 离开过决心的 所以叫感觉感觉 所以感觉感觉 中国字的感字 那个感字就显然是心 还是心啊 你是不认而已啊 你只是随着感受流转 但你从来没有觉得 说感受是怎么现前的 没有决心会有感受吗 没有决心会有感觉吗 感觉的那个觉 是自己不成种种觉 它是因为有决心在造 所以一切都能够成就感 才能够成种种感 没有决心在造 怎么能够成感呢 那能造的这个性 它一定不是 它一定非种种像 它一定不是种种方 能造这件性 绝对不是 因为它绝对不是先 它绝对不是先设一个 它有一个固定的立场 它不是喜不是怒 不是爱不是恶 所以它才能够随缘造 能造这次就才是 但是你没有能造这件性 你有感觉吗 所以假如说 你能在这个上面思维 久而久之 你就在现前的烦恼之间上 跟每一个念头上面 你就当下就回合 你看到烦恼是 过去那么大的烦恼 你想要出离 你都是想要撇过头去 背开那个烦恼 想要找到一个 不是烦恼的感觉 将来你才会发现 那种方法是永远不可能 毕竟 你真正面对烦恼时 你知道它就是决心所在 你根本就是决心所成就的 因为你知道 是决心所成就的 你突然发现 烦恼的气氛 氛围 势力就消失 它当下就消失 当下消失 你还可以看到烦恼 所以那心中的豁达 跟坦荡 那是不同于一般时间之间 所以都不够 因为你还是看到烦恼 但是你是过去的流转 不是 所以将来你还能知道一些众生界 还能够知道众生相 这叫大元 这才叫做大元满绝 再非再白 我也要看 但你还是黑白 过去那种流转 不是 因为我现在看到黑白时 我知道是镜子 所以我站在镜子上 我何必要避开黑白 这叫做大元满绝 那么是你在感觉之中 当下只要知道是决心 感觉不休 感觉不用离开 感觉不用少一分 你居然看到 就是决心的作用 自然是汉传佛教讲的 直下担当 自然叫照见本心 我不认本心 你将来想要断烦恼 绝无始终 你认了本心 烦恼也不必你断 你认了本心 只要在烦恼上面 认了本心 烦恼何必要断 看到它已经知道是 就是心了 你根本不断自断 所以在大乘佛法 才有不断自断 才有烦恼 及菩提 那你说过去古德 也有讲的转烦恼成菩提 古德讲的转 就是你讲的共与不共 古德讲的那个转 是不共众生之间 怎么转 在当下担当 不转而转 方便说转 直下担当 不像一般众生之间 这种扭转 叫做转烦恼成菩提 所以它的转烦恼成菩提 它就是让你知道烦恼即菩提 所以我在烦恼即菩提中 你要是真正知道 这一句话时 现在我还是凡夫 但是我已经知道这句话 我是不是还是看到烦恼 但是我现在知道怎么样下手了 所以方便说转 所以真正转出 还是要什么 还是要根本知道烦恼即菩提出 但是我还是要根本知道烦恼即菩提 所以我还是要根本知道烦恼即菩提 所以我还是要根本知道烦恼即菩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